陈先生的档口在杭州天宏购物中心里面正在转让 大约三公里外就有一家将相王者黄焖鸡米饭 在某外卖平台上的销量月售超过9999单 我们觉得可能是有品牌 然后这样靠着背靠大数好诚量一点 有可能会业绩会有所提升 所以才决定换这个项目 考察后6月25号 陈先生和很高兴你能来杭州餐饮馆的有限公司 签了单店服务合同书 服务费原价是39800元 因为陈先生有样板店政策优惠 实际只需要交9800元 我这边就特意咨询过 因为我知道我们和旁边一家 最近的连锁店的距离是 直线距离是3.1公里 当然了汽车弯弯热闹可能也3点多 当时就是招商的前台 他给我的回复是说 他说这个距离他们测量过 刚好可以做 后来陈先生跟招商部的沈经理 进行了面谈 也提到了两家店距离的问题 那个招商经理面谈的时候 他说的是这个距离有点暧昧 然后我就问他 那到底是做还是不能做 然后他就笑一下 就是也没有说一定不能做 或者说一定能做这样子 没有明确的回复说不能做 关于暧昧这个表述 陈先生是这么理解的 有交叉的部分 有重叠的部分 就是取餐送餐这样子 有可能会对某一家店有影响 陈先生告诉记者 后来双方签了服务协议 过了两三个小时 他接到了对方的电话 说他们那个运营那边 就是懂技术的这一块 了解了一下 这个距离太近 给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做 陈先生说 后来沈经理又给他推进了 另外一个餐饮项目 叫鲜娜番茄肥牛捞饭 我去学习了两天 然后感觉这个新项目 项目本身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我可能不合适 因为这个项目 我感觉有点辛苦 就是人力投入可能会大一点 然后资金周转需求可能会大一点 介绍的这个项目 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项目 没有黄文鸡就是排子那么久远 总之就是觉得不太合适 不太想做 黄文鸡认知度多少钱 对对对对 主要是这个原因 陈先生觉得新项目不合适 就提出退服务费 招商那边经理的回复是 说新的项目你既然去培训了 运营也开始做这个工作 就证明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 既然开始了 那么这个费用就不退 但是你这个新项目 毕竟没有签合同对不对 是你们公司违约在先嘛 毕竟将项忙找前面的项目没有做 你们是吧 业务不熟练临时让我换 我的意见是 那么我不做 你就差不多相当于协商退款 退个9800就可以了 陈先生说 对方推荐的新项目并没有签订协议 将向王者黄门鸡米饭的协议里面约定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 均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标的80%的违约金 陈先生当时跟对方谈的地方在杭州三吨西城博斯六状三楼 记者找过去公司名并不是很高兴你能来杭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而是杭州品夏居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记者敲了门从里面出来一名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转身就走了进去 随后陈先生拨通了招商部沈经理的电话 记者刚接过电话沈经理就挂断了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 电话被对方按掉了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记者登陆企查平台 杭州品夏居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没有登记联系方式 很高兴你能来杭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有联系方式 打过去却是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证后再拨 公司边上就是三吨市场监督管理所 陈先生找到消息 工作人员建议 这种情况还是得走法律途径维权 它是属于经营者和经营者之间发生的关系 不属于消费纠纷 我们消费者协会 受理的消费纠纷是 消费者因生活所需购买的产品 经营所需就不叫消费者 记者给招商部的沈经理发了短信 希望了解大概情况 截至发稿 沈经理没有回复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